哈喽大家好我是云哥 这几天都没有更新 主要是最近活太多了 就原神更新完了 如果如世界赛 看的我是鸡头掰脸 期待着赛和飞科的那个终极决战了 然后接着崩帖也更新了 新剧情新活动又好看又好玩啊 干的我是颠乱岛份的 好吧我还是说实话吧 之前一直维持着尽量日更的状态 主打一个轻松lock 但是很明显没啥人看的 我这个视频收入也处在一个快要饿死的状态 于是我买了马度工的课 仔细学习了一下 并且搭建了这样的视频模型 也就是开篇扯两分钟毒子 然后一句话概括角色 紧接着上数值干货 主要从各个地方查或者我自己测 然后就是看看那个专五命座 这些具体提升多少 然后是剩余物和配对 接着就简单聊一下 抽到之后就该角色的整体游戏性体验 再来聊一下角色的插批点 包括外形 声优以往的作品 剧情里的表现特点 最后再升华一下吧 聊一下角色商业价值 以及玩家情感共鸣点 以及角色刻画法人的社会现象啥的 以上搭建模型 如果大家喜欢 我接下来就更新照着做 如果有什么宝贵意见 也欢迎提出 那么咱们这一期呢 就首先从这个万众瞩目的福尼娜开始 写一篇正式的角色进阶攻略 基础玩法呢已经讲烂了 反正云哥也是看龙四爷和卡特亚的 这里咱们直接上干货 灵命福福的大招 全队增伤上限大约为75% 这个数值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来横向对比一下 原神无敌增伤组合万般 班吉特的大招增伤上限约为35% 其实主要就是拐一千攻击力 容易被稀释 万叶千金的全队增伤上限约为50% 也就是刨去封套减抗 勤浮组合的增伤上限 整体相比万般 刨去稀释属于是略低 但大体持平 平命福福可以横向PK万叶版 为玩家的卡组构筑提供了更多选择 策划做到了在当前版本 新体系与老体系持平这么一个状态 至于未来新角色是否能进一步 拉高封单烧鞋体系的上限 策划该考虑的事 我懒得动脑筋 再来看命座提升 一命为全队上限提升了8% 同时呢增伤保底提高了 也加强了泛永性 二命是质变命座 提升有恐怖的51% 从强度提升这个角度讲 十分超值 有条件的小伙伴 尤其刚入坑的 拿到福福二命 可以说是包爽 老玩家是否购入呢 主要可以考虑一下 你是否在攻关深渊的过程中 存在强度障碍 毕竟呢 弗宁纳的提升是全队提升 他不是个人的提升 他能拉高老角色的上限 让所有主C摆脱深渊 无法上场的尴尬处境 即便是破骨任人锤的赛诺和 迪鲁克 三命提供6.8%的大招增上上限 四命解放福福充能 根据其他UP的测试 极限状态下 140%充能就足以满足循环 具体的大家再试试 五命呢 提升福福 E技能伤害17.5% 众所周知 福宁纳输出手段 就是这个E技能 整体强度略高于夜兰 虽然没有全方位的碾压 但刨去夜兰的大地图飞毛腿功能 从游戏战斗的角度讲 水神单就打伤害和增伤来说 抽取价值已经超越夜兰 六命解锁平A玩法 福福个人输出提升23.6% 与黄金剧团套装效果相冲突 观赏性远大于使用性 非XP档不推荐 再聊福宁纳专五 参照京一专五 云哥拿着京五的水管子 伤害能差25% 同时京五伤害提升约为16%到18% 京链收益很低 同时有这么个事 就四命之前的福宁纳 充能缺口非常大 如果拿了专五 那必然是舍弃生命啥 换上充能啥 否则大招的覆盖率会下降不少 具体逻辑就跟灵命的夜兰 要带西风公穿绝缘套一样 其他的武器选择上呢 绿剑简单粗暴的触发机制 十分契合福福 较专五仅有7.5%的差距 搓衣板则下降了12.3% 主要的原因是拐的元素精通 基本对福福没有卵用 而且拿搓衣板后台不触发 所以云哥这里不推荐带 这两把武器跟专五的共同点 是得换充能啥 具体的大家自己看着来 腐直之剑是福福的四星毕业武器 完美契合老闲鱼狂喜 狼牙 特效只能吃一半 也就是一技能的增山给你吃 暴击率不给你吃 主次条暴击率也不给充能 所以相比之下 云哥选择随管子 后台完美触发拐充能 还有暴击 当然西风剑也可以给队友拐点充能 船屋常见就算了 虽然拐生命有用 但是副词条拐精通 对福福没有卵用 所以最终云哥的灵命水神 选择水管子 俗话说的好 水神带水管 要饭不带玩 正义务方面 请无脑选择黄金剧团四件套 主词条选择那是五花八门 有生水豹 生生豹 生水生 云哥我就厉害了 直接生生生 好吧整体来说 就是血量上四万 充能上二百 双豹尽量堆 然后是配对 目前很多大佬推荐的配对是百万福特 也就是白竹万叶福福 纳维莱特 这个配对在云哥看来属于比较理想化 而且禁锢玩家配对的思路 咱们来给思想插上翅膀 福福的第一个玩法就是 琴福平替万班 字面意思懂得都懂 比如之前的雷九万班 咱就可以上一个雷九琴福 零命跟万班一个效果 二命比万班猛 就大部分C都能带 缺点是没有巨怪 第二个思路是 踢掉行秋夜蓝上岗 比如弧行中叶体系 行秋夜蓝 踢掉一个换福福 具体效果呢 社区都炒飞了 打起来打起来 我又不是胡桃厨 纯粹就看一乐 即便将福福的增伤上限 从75%降到30% 也要硬跟胡桃凑一对 我不理解 但我尊重并支持 第三个思路是 奶C带队 也就是诺埃尔和新海 一开始我以为是乐子玩法 结果还挺猛 当然了 也有带重云深鹤 组成一个武神七夕的组合 云哥笑尿了 什么 你等不及要上号试试吧 到次我们概括一下 弗尼娜的抽取价值 原神已经三年 各种玩法和体系 已经基本完善 作为新体系的领路人 弗尼娜以其恐怖的泛用性 以及强大的怪人能力 成为一张极其值得抽取的单卡 烧血体系 在适配老角色的同时 也为丰丹未来新角色 提供了玩法上的想象力 OK 我对于强度党的服务 到此结束 接下来是弗尼娜的 XP属性分析 首先外形上 弗尼娜的服饰 类似18世纪中叶的 法国男装 有一种整洁干练的感觉 服饰的颜色 是法国王室御用的 深浅胶织的亡蓝 发型上凸显了 路易十四对于 卷发的狂热喜爱 这一点在其他 丰丹角色的塑造上 也有不少表现 热目而不然 就是传说中的 渣女大波浪 弗尼娜的服饰风格 主要灵感来自于 巴洛克后期的洛可可 色彩鲜艳 带有华丽的刺绣 领口和袖口 带有奢华的蕾丝 纽扣则是画龙点睛之笔 鸢尾花 作为法国皇室的象征 不仅出现在了 弗尼娜的帽子 以及袖口 在纳威莱特身上 也有出现 代表王权与统治 历史可以追溯到 古代法兰克部落 法国男士常佩戴的胸襟 主要作用是装饰 这样的设计 在弗尼娜身上也能找到 弗尼娜的高跟 来自于路易十四 较为偏爱的 男士高跟鞋风格 被称为宫廷鞋 脚腕上的围巾 设计灵感 应该来自于 16世纪法国男士 经常佩戴的装饰性围巾 弗尼娜的性格设定 也与路易十四颇为相似 广受人民爱戴 痴迷戏剧与歌剧 魏弗尼娜先生的CV 钱琛女士 也是二次元常客 在大王不高兴 先王 狐妖小红娘等作品中 都能找到她的神仙 非常招人稀罕 你是谁 师叔 那你见过我阿爹阿娘吗 当然 真的 嗯 他们都说 我娘不好 请问您是张贝海前辈吧 我是自然选择号舰长 东方延续 接上级命令 前来接你 零剑大赛获胜以后 王师兄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原来大家都还没突破 珠奇中心吗 王师兄 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帮师兄 灵魂关注 女子 算天 系统在我这里啊 你做主角的星节 在某点网 在某江也有一片 嗯 就是那个某江 我是二十一号 这里是灰亚小队吗 你来了 小家伙 实验起 无处可逃 弗宁娜在剧情中的表现 属于是江源神的故事 带到了一个新的高超 出动场时 弗宁娜古灵精怪的样子 在风担法庭 属实日傻里傻气 结结实实当了一回反派 4.1剧情 风担即将走向毁灭 作为福卡洛斯的人格 弗宁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却只能忍受孤独 无所作为也无可奈何 我知道到了4.2 弗宁娜要进卡池 所以对她糟糕的形象 必然要有所反转 但整个4.2剧情的弗宁娜 仍然让我动容 为了拯救风担 隐藏神格 压抑自己五百年 弗宁娜的七世道明是真的 最终献祭神格 挽救自己的国家也是真的 与天地宇宙的漫长相比 作为人类孤独五百年的痛苦 仅为一波清廉 但一个为人民奉献一切 以身许国的神明 才真正配得上 她那一身高贵与华丽 新版本到来前夕 我们的总理李克强 心脏病离世 这与他为百姓的操劳 不无关系 也与游戏中献祭自我 拯救苍生的福卡洛斯 产生了呼应 敏哈游在原神的童话中 为这份鞠躬尽瘁 编排了美好的结局 弗宁娜以人格 代替作为神的福卡洛斯 在提瓦特大陆 开始了新的冒险 我们是否也该 继承总理的意志 为了让这个国家 变得更好而继续努力呢 时间是2023年11月 面对经济下行的内忧外患 每个人都感受着 正统其无可奈何的叹息 其实风担 泰海之水能量的鲸鱼 也不由得让云歌响起 通过金融手段 收割世界的美国 米哈游作为成功的商业公司 他们的编剧 自然与这时代的杯歌 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他们自然知道 自己所创作的原神剧情 会是出现在十几二十岁孩子 手机小小屏幕前的短暂欢愉 会是出现在打工人 繁忙工作后 临睡前枕边片刻的喘息 福卡洛斯献祭神格 风担民众再世为人 出债累累的云歌 何时又能再世为人呢 旅行者在提瓦特的冒险 仍在继续 云歌干视频开直播的 还债之路 也在半死不拉活的努力之中 不知这样的视频 大家是否爱看 如果大家觉得OK 本期点赞过亿万 我就按照这个套路 把原神的所有限定角色 挨个做一遍 为了保证视频质量呢 我也决定降低更新频率 争取一周三更 至少保持周更 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转发 我是云歌 咱们下期再见